推出新影片 小美琴解釋她的英文名字 就是台語美琴的由來 影片中也看得到全家福照片 因為我爸爸是長老教會的牧師 那台灣紀錄長老教會 都用很標準的 所謂羅馬字的台語拼音 我在美國 在華府 大家認識我都是叫我Beaking 而在駐美代表的日常工作裡 通常第一件事是看電報 當駐美代表以後 我的文言文就進步了 因為外交部的電報 都是用文言文在寫的 去年駐美代表處 五位員工生了五個小孩 她覺得自己像當阿嬤了 因為以前我的外婆 為每一個孫子都會 用毛線做一個Baby Blanket 所以她也幫五位小Baby 都做了毯子 除了釋出新影片 小美琴星期六也前進校園 到新北市板橋的江翠國小 出席青年捷舞比賽頒獎活動 和年輕人們跳起波浪舞 還有年輕人與小美琴近距離接觸 好興奮 不過清華大學原定在十一號 邀請三陣營的副總統參選人們 與青年座談場地租借卡關 國民黨副總統參選人趙少康批評 使民進黨把政治搞進校園 先前我也是到其他縣市 有一些學校也不方便我們到裡面去活動 我想這個大家都會相互的尊重 至於互動的方式也尊重各學校的規劃 預定一月一號副總統參選人辯論登場 戰貓將對上戰鬥籃 其實準備也不是一時的 我們一生的歷練就是在準備為台灣人民承擔 會不會擔心他在病毒會上 就是有很厲害的一些發言 口才是一回事喔 但是我們也有非常豐富的內涵 小美琴說會全力以赴 他有信心 華視新聞陳詹姆 新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